音樂 快點接近了 加油 在秋風圈的時候超越過藍隊 超越過 點好了 也掉放了藍隊這邊 真的在領先的位置 所以這位棒必須誰掉前一剪 不能到前一棒的 前面的人去剪 因為我是會希望自己 未來是結婚 然後有 也有嬰兒的 所以 可能全明星運動會後 加緊腳步 該不會全明星之後 你死不想婚的吧 我會告訴你們的 不會安逸 不會讓你們臭手不擠 全明星似 翁姿曼慘衰走爆雷 坦白正經心 畢竟我的角色是姐姐 那之前的大堆積遇到 你受傷了嗎 其實是有 只是我有忍住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有滾一圈 你受傷了嗎 臀 臀部 在秋風圈的時候超越過藍隊 有 別逃了 姐也掉放了藍隊這邊 那時候剛好可能 自己覺得會接到的時候 然後剛好前面的那個落差沒有接到 然後我重心往前了 然後 我自己其實也下來一條 就翻了一圈 當下真的非常非常難過 非常難過 一定會 其實那時候有努力一件事情就是 緊抓的棒 怎麼滾都不能讓它掉 那就是個實際上要塞到了 塞到了 可是棒還在手上 那個畫面 同位第二棒的黃隊正經心 拿下當中MVP 但是沒注意到節目尚未播出 提前爆雷了孟子曼慘摔招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故意的啦 對不對 有有有 他其實有來跟我講 我也有跟他說 真的不用擔心 我是就是安慰他 因為我覺得 畢竟我的角色是一個姐姐 我也希望大家就是不用 對 對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就是我 對啦 謝謝大家的關心 因為其實在年紀上面 我算是裡面最年長的 經歷過了很多製作單位 那我一定要講的是 我覺得 群術運動會的製作人 還有製作團隊 真的 真的很棒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 就是把每一個選手 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 然後他們會去關心每個選手 連製作人其實他也是喔 真的我超級敬佩 相對於其他演戲代言 唱歌發專輯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辛苦程度跟身體的負荷度 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現在的訓練是 每一天 完全沒有停 現在的感情不一樣 跟男生 對啊 就是一樣 我覺得參加這個節目 更沒有時間去 現在是一個對方 沒有真的酸 沒有沒有沒有 還好還好 我現在就專心在這個工作上 覺得我已經要跟運動 就是談戀愛了 因為我是 會希望自己 未來是結婚 然後有 也有Baby的 所以 可能全明星運動會後 加緊腳步 不要回全明星之後 你閃婚的嗎 不要 你會想什麼 不會 不會 我覺得我不會閃婚 那全不閃 會 我如果有對象 或是要結婚 我都會不想要這樣 真的